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后来王院长也没出发 就汪洋啊他用那个视讯啊 发表谈话 那昨天呢在大陆有一个研讨会呢 这个汪洋有讲话了 提到两岸的部分 这在我们狗飞火车来谈 那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他说要台独去找蔡英文 那要捍卫中华民国来找我 这个还蛮有点 有点那个 有这个kiss 好 那第二段我们要看这个大内宣跟大外宣 主要讲蔡总统跟陈部长 当然也是我们 这个在野党跟媒体啊 监督的不到位 监督的力道跟监督的这个 当然是弱化 今天卫福部跟外交部又花钱 去办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论坛 那显然蔡总统他没有政绩可以讲 他就一直玩口罩 台湾的防疫啊什么的 这个就我们今天的标题 这个台湾can help 穿哪 阿智 我们边直播边讲 这个这个 这个字体的那个 标题的字体有没有 太细 你们你们觉得台湾can help 穿哪肯可以这个这个英文字体的那个线条 我觉得啦 因为我是个龟毛的 再慢慢阿智 改天有没有英文的时候你再调一下 好不好 好 那台湾can help 台湾can help 当然就是口罩 mask 我们可以这个 那大陆可能可以帮助的是那个 他可能可以帮忙的是疫苗 现在各国在拼的是疫苗 没有人在拼口罩 那我们一听到人在玩口罩 人家可能最后是 China can help 而不是我们 can help 这个疫苗跟口罩 这个科技的实力 生技研发的这个能力 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人家做的是疫苗 我们在做口罩 但是这种大内宣大外宣 大概蔡总统他执政这八年 大概就这样就就靠这个玩 好第一段我们从这个美国大选谈之前 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在我们YT的这个直播上面 你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杂志的这个 这一期的封面 它本来叫TIME Time 那它改成VOT V-O-T-E 然后中间有一个这个 非常有名的画家 帮他画的一个 帮时代杂志画的一个图 那在这个图上面 就是有美国国旗的这个标志 然后一个女生 其实时代杂志的意思是呼吁大家去投票 V-O-T-E 呼吁大家去投票 因为美国的投票率 跟我们这边 相差非常大 我们这边动辄七八十% 怕死亡 是台湾人爱投票 那美国他们投票率都五六十% 相对是比较低的 那时代杂志的总编辑 他特别地要说 他这个希望说这个投票是能够这个 The Great Reset 这个重新的开机 那我的解读是因为他希望美国 因为他里面有写说 很少看到一个美国的大选 能够对全世界的这个局势 有这么这么高的关联性 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是现在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很多人期待美国出来领导 出来那当然你看川普连WHO 他都要退出了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还有11天美国大选的这个投票 那时代杂志呼吁大家都去投 然后来去看这个 怎么由新的美国总统 不管是川普连任或是拜登当选 来带领美国甚至带领世界往前走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好我们从第一段第一题开始来 就美国大选的辩论最后一场 本来变三场 总统三场然后副总统一场 这他们的惯例 结果第二场因为川普的染疫而取消 所以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变两场 然后副总统那一场已经变完了 那接下来就11天之后来见胜负 就看美国的人民的决定 那你可以从这两场辩论看到说 其实美国总统选举非常的美国 这个国际的世界局势 其实谈的相对少 这是比较狭隘的地方 那你看今天这个美国 这个辩论会的那个主持人 比较相对比较弱 那前面在谈疫情的部分的时候 这个川普的时间比拜登多很多 那就是你主持人的分配 不够那个 那川普他也是一样要一直插嘴啦 川普比较看起来比较像是挑战者 拜登看起来比较像是总统 好我们看这个通污门啊 是不是最后的奥布 那很多台湾的媒体就是这个疯狂的报导 这个比较偏绿的媒体啊就一直拿通污门这个穷追猛打 其实有点一厢情愿以为自己在帮川普辅选啊 那通污门我跟各位讲过那是假的 通污门已经讲很久了 那个是旧文啊 好那川普是不是除了通污门之外还有绝招吗 我是比较怀疑啊 好因为你要去攻击拜登 因为拜登他是挑战者啊 那你是现任的总统啊 今天美国的疫情到这个地步 你我不晓得他到底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去让这个拜登啊 这个一枪毙命啊 但是美国的选举行到最后用通污门来做这个 最后奥布的ending啊 我是很感慨的 我们看这个福斯新闻网 福斯新闻跟这个纽约邮报啊 华尔街日报 他们都是同一个老板 那这个通污门的这些这些脏水呢 其实不是先拿给纽约邮报 是先拿给Fox 先拿给这个福斯新闻网 那福斯新闻网他是挺川普的 好这一个新闻台非常烂的新闻台 好从头到尾就是挺川普 在新冠肺炎刚开始的时候呢 福斯新闻台的主播 节目主持人 全部都胡说八道 好说这个这个新冠肺炎这是个小流感 好流感还比他严重 大家不要怕没事的 好各种瞎掰啊 所以我觉得一当一个节目做到这地步 基本上也没什么好讲的 好但是在这一次通污门的这个 好这个抹黑抹红抹黄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福斯新闻他不登 他不播 他去查查核过说哎那到底这个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这个是不是跟两年前的通污门是一样的 那个都讲过了 你以为是新闻吗 哎呦那个拜登的儿子怎么 早就讲过了啊 真正有问题的是通俄门啊 什么是通俄门 通俄门是说这个 川普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然后刚不讲乌克兰吗 通俄门 川普来去威胁乌克兰的总统 大家记得乌克兰的总统吗 乌克兰总统就是个演员啊 他从来没参加过选举 他本来就是个演员 好可能像这个郭子前啊 好这个台资源啊 一样他们就做这个 艺人 那这个乌克兰总统呢 他从来没参加参选过 他本来在乌克兰的电视台啊 演这个喜剧啊 在这个喜剧里面他是总统 在这个戏里面他是总统啊 他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 什么议员啊 里长啊 立委通通没选过 通通没有任何从政的经验 他就在一个喜剧里面演总统 所以下次如果遇到那个郭子前 我一定要多巴结一下 搞不好以后郭哥当总统 那这个乌克兰总统 刚不讲通俄门吗 通俄门是这个美国的众议院 是要弹劾川普的 那是因为共和党在控制的参议院 才把这个弹劾案给挡下来 那通俄门好玩的地方是说 因为跟乌克兰有关嘛 川普涉嫌去恐吓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那很早以前哦 不是现在哦 不是今年的事情啊 两年前他就恐吓这个乌克兰的总统说 你要去查一下拜登跟他儿子啊 你如果不去查拜登跟他儿子的事情 我本来要援助乌克兰的 我就取消 这个就是川普啊 可以这样子吗 那时候民主党初选都还没开始 这个人可能要来选总统啊 CW已经被我弄掉了 CW2016阵亡了 这个可能要选总统 他当了8年欧巴马的副总统 他可能会威胁到我 我就去逼乌克兰总统 你赶快去查他 哎呀 所以我说通俄门如果是最后的奥帽 恐怕川普是没帽啊 好那刚提到这个福斯 他挺川普他不播通俄门 台湾媒体呢 台湾媒体就听到没有 我们在讲这个美国大 因为我们都不是美国人啊 我们又不能投票 我们要去看美国的选举 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台湾借进的 所以说我虽然批评福斯新闻网 非常的那个 可是在这个通俄门上面 他毕竟他守住了 我不播啊 你们去播啊 你看纽约时报 你看CNN 你看脸书跟推特 他们关于通俄门里面的东西 他们非常谨慎的 那我们台湾呢 我们不是啊 只要纽约时报写什么 自由时报就大做 自由时报做完 我就跟你讲他是个leader嘛 好他在绿营的这个中央厨房里面 他是一个带风向的 自由时报一写 晚上绿媒的政论节目就拿来抄 哦你看这个拜登的儿子怎么样 拜登 他们都忽略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吗 就跟民进党在2018 打侯友宜一样的问题吗 你不是完全执政 你不是执政党 啊你不是说侯友宜 他太太怎么样那个钱怎么样什么土地怎么样 你把侯友宜贏成这样 赶快把他抓起来啊 大家记不记得川普以前把希拉里关起来就也没有啊 现在都把拜登关起来也没事啊那你又怎么不办他呢 你说他收回扣 Mr.什么什么 The big guy 10%好收这个commission 那你为什么不办他呢 你为什么选择哎 那个这个都是旧文啊 通污门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大家把他当成新闻来看啊 那我觉得台湾媒体像福斯这样的 我是比较怀疑啊 好的就是对政治人物的好恶 对意识形态的这个偏执 好理论上福斯新闻网应该24小时一直播通污门啊 因为我我讨厌拜登啊 我支持川普啊 啊这这个是拜登的丑闻 我管你真的假的 我也先播在讲啊 这台湾的媒体是比福斯新闻网还不如啊 只要纽约时报写什么在抄什么 这个是没法到啦 好 这川普今天在辩论讲说病毒来自中国 欧洲的状况更惨 这个都是骗人 这个也非常的离谱 那我觉得拜登的火力比较弱 因为实在是川普实在是中路大开 太多可以攻击的 好 这个病毒 造成美国这么大的 严重的这个伤亡 川普是最大责任的 这个因为整个确诊跟死亡最多 他不是欧洲啊 而是美国啊 那你要如何解释 是川普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啊你你川普之前那个 他不是之前染疫然后康复吗 川普在白宫的草坪那边说 我觉得非常好 然后呢我要让美国人都接受免费的医疗 好跟我一样啊 在哪里 在哪里 你如果今天不是美国总统 你会接受到 这么先进这么好的医疗吗 不可能啊 那染疫的美国人美国确诊超过八百万啊 八百万美国有三亿多的人口 他八百万人确诊 他们能够跟你一样接受一样的这个药物 相关的这些疗神吗 而且川普还跟你讲都免费的 是骗你的 所以你看川普他在疫情面 他一直要去逼 第一美国把疫苗生出来就是生不出来啊 如果说在投票日之前 美国能够大规模的这个开始这个接种疫苗 那川普的选情恐怕还有点希望啊 他一直逼 他就做不出来也没办法啊 好所以 我觉得疫情这个东西哦 当然他们两场的中总大选辩论也都有谈到 这个疫情的状况 那川普他说啊欧巴马讲美国跟北韩啊 可能爆发核战 你说欧巴马讲的 当然当然川普是拿这个北韩来邀功啊 所以你看到其实他们这个 拿来说嘴的就是北韩 你看这两场辩论 包括副总统那一场三场 都没有人提到台湾了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很重要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啊 好他们会骂骂这个什么中国的什么关税啦 这个新冠肺炎什么没有人提到台湾 一个字都没有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重要 就就整个全世界来讲 我们觉得我们很重要 其实不是啦 那欧巴马的幕僚呢 他在这个辩论的这个这个过程面 他及时在网路回应 好因为等于是川普拿欧巴马当做欧维拉嘛 把你当救人头说说 欧巴马跟我说美国跟这个北韩哦 可能会爆发核战啊我去把它处理好了 我好棒棒 川普要传达的意思是这样 但是呢欧巴马的幕僚他即使回应说太扯了 根本没这回事 这个这个我讲这种 Fact check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好就包括欧巴马的幕僚 我立刻就回应嘛 好我了解是你的来龙去脉 我就告诉你没这回事啊太扯了 欧巴马那要这样讲 欧巴马什么时候跟 这个 川普讲说哎那个我们跟 北韩哦可能会这个哦核子战争 这个话我也不相信欧巴马会讲 所以可见川普他去吹嘘他跟金小胖金正恩的关系嘛 然后在北韩哦他到到这个南北韩 好38度线然后跟这个金这个金正恩的会面等等 他认为他外交做得很好是吗 他跟普丁也很好啊 他跟金正恩那其实这两个跟美国来讲长期都是不好的 然后川普看他们都很好 所以其实非常的这个很奇怪啦 好不过欧巴马的幕僚让回应我觉得我们的媒体 呃应该要学习啊 好特别是譬如说我们那天我在那个YahooTV跟王浩宇问的 我说你讲韩国瑜的核心幕僚认为韩国瑜应该去选桃园市长 好那韩国瑜的核心幕僚是谁啊 好那后来巴拉巴拉呢王浩宇说郑造星啊 好郑造星是韩国瑜的核心幕僚吗 当然不是啊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那你你再做政敌评论不要走啊 郑造星他一定不是韩国瑜的核心幕僚啊 啊你说郑造星是韩国瑜的幕僚吗 那应该是吧因为他当过他的新闻局长啊 可是郑造星一点都不核心啊 你怎么觉得他是核心幕僚呢好 anyway 郑造星有没有说韩国瑜要去选桃园市长 郑造星根本就没讲嘛 郑造星有说我们这边开会我们内部研判这个 所以这个韩国瑜去选他从来没讲 类似这样的话 这个叫做Fact Check就是就像欧巴马幕僚一样 欧巴马说我们跟北韩可能会有核子战争 欧巴马幕僚网路上立个文言没有啊 我们没有讲过这个啊 当中就把川普损了 所以我说从美国大选来看台湾的政治 我们有很多要去以以美国为敬嘛 以美国为鉴嘛 好 这个以同为敬啊可以正一关啊 好 以死为敬可以知心替嘛 我们看这些状况 如果今天我们台湾也有这个check的机制 你王浩宇脸书乱写的时候 电子报的小编就不应该用抄的啊 你应该是check说那个王议员你说韩国瑜的核心目标是谁郑造星好 你讲郑造星我来去问郑造星 你有没有说韩国瑜选桃园没有 你这个就是假新闻就是Fact News嘛 那当你是Fact News的时候我就不用播了啊 之前不是有新闻说台南要成立一个 那个是什么 韩有会还是韩粉 就是韩国瑜粉丝的一个组织啊台南啊 然后说韩国瑜会参加韩国有去吗 没有啊 之前不是在云林说有个什么活动 说什么什么与你同行 鱼啊 韩国瑜的与你同行啊 然后放韩国瑜的照片一个是 一个是谢隆介一个是韩国瑜嘛 后来谢隆介出来否认韩国瑜我没有要参加 你们讲的都假的啊 我们被多少这种假新闻给骗了 然后我们浪费多少时间在这种假新闻上面 之前韩国瑜还没被罢名的时候 那时候新冠肺炎的疫情讲这个 要封城啊 说韩国瑜要封城啊 韩国瑜我没有要封城啊 我在做兵推啊 好如果真的有大规模的院内感染或社区感染 说我们高雄市政府各个单位 好要怎么样来通力合作啊怎么协调什么的 我做兵推啊 我没有要封城啊 什么叫做封城 封城就是高雄的所有的港口道路高速公路什么对外联络通通关起来 不准进也不准出那个叫封城啊 不准进也不准出 他有封城吗 没有啊你跟封城没没这久啊你没天吗 我们在社会啊 是代表我们看拜登拜登在这个整个辩论过程里面啊 就提到经济的部分他讲过去四年你真的过得更好吗 好啊这个就是我这个 哦就就其实看到看到拜登讲那我有点那个啦 嘿嘿嘿 有点心酸刚刚那个 TVBS那个钱子还可以我说那不是你常讲的吗 哈哈哈这不是我常讲的 这个最基本的嘛 你你你你你你这四年你有过得比较好吗 好在川普的执政之下 这当然是诉求美国的民众美国的这个普罗百姓啊 好看你是要继续让川普带领美国还是让拜登来带领美国 你这四年过得比较好吗 川普讲说我的经济怎么样我这个说一大堆嘛 好他炫耀他他认为他有政绩嘛 他认为他带领美国好得不得了好棒棒啊 那美国的老百姓是真的这样的看法吗 所以这个就是我我我为什么想的就是去年韩国瑜这个选举 我认为他 我认为这这个我很主观的看法 我认为 2016到2020这四年就蔡总统的第一个任期 我认为这四年这我很主观的没有什么民调你不要那个 我认为过得比较好的 绝对比817万少 我认为 甚至我认为大家普遍过都不好啊 你看那个中秋东路看东区 看西门町啊那冷清到什么 你说你说好好你来好你山顶了好 明明这四年我很主观的认为这四年过得比较好的比817万少 那为什么蔡总统拿到817万票 好其实韩国瑜选的很不好 你从结果论来看他输了200多万票 蔡总统他就好很像是那个川普 他没有政绩吗做得不好吗 你因为我一直觉得不敢说韩国瑜应该要赢的啊 因为大部分的人我没有说全部哦 我我我认为大部分这四年过得是不好的 要如何证明我的看法呢 这四年 我把它拆一半 2018年为什么国民党可以赢15个县市 因为蔡总统做的不好 以为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然后胡搞瞎搞什么一利一休 结果2018国民党大胜包括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 那201811月24选完之后到2020的1月11 总统大选投票这运营多的时间 蔡总统做了什么政绩 他跟以前一样啊 还有那有什么政绩那没有啊 我就跟你讲他不是靠政绩连任的啊 啊其实我认为大部分的人 在这蔡总统第一任政绩过得不好吗 所以韩国瑜是应该要当选的 国民讲韩国瑜可能又有人讲 国民党的候选应该要当选 因为国民党是最大的灾业党 他推出的总统候选应该要赢的 因为民进党做的很烂啊 民进党做的这么烂 你还让蔡总统以817万 有谁最高的得票去连任 那天就有这边了 所以今天拜登那句话真是打到我心头 你说哎 他都问美国人说你最近4年有过得比较好吗 有吗 拜登应该照我去讲 你如果这4年过得比较好请你投 川普 对不对你过得比较好你当投川普 你投我干嘛 你这是你过得比较好赚好多钱 觉得美国太伟大了 那你投川普吗 你觉得4年你过得不好你期待改变 你希望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不一样的国家不一样的总统 那你投给我 那个那个差异性要做出来啊 结果不 哎呀看看这美国算怎样 真的是 好拜登说我是美国的总统 我不会分党派 这个当然是冲着这个 川普来了川普就是非常糟糕的 在自己的国内搞分化 搞对立啊 他对民主党执政的州长 好恶言相向 好包括刚刚前子也讲说那个 今天辩论的主持人那个 美国其实他说他说美国的资争记者 其实他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这个 好没关系 前子说 这个这个是真的啊 前子讲这是真的 在辩论之前欧巴马知道这一场是他主持的时候 不是欧巴马对不起 川普川普就先把他骂了一顿 好他觉得这个这个好主持人很偏颇啊 什么 哎呀其实去分版分党派好去分民主党跟共和党 这是很 很糟糕的行为啊 好不管是民主党的州长或是共和党都是美国的州长 好所以拜登用这个来强化他那个 我觉得不错 应该把这个 那今天的一个八卦就是拜登在辩论到一半的时候呢 跑去看表 哎这个也是实在是好玩啊 好看表是之前老布希总统的时候 老布希他之前要连任他他连任没有成功 然后连任失败 那他拼连任的时候在那场辩论啊 这个老布希一直看表 你现在其实 你要你是现任总统你参加总统大选辩论你一直看表干嘛 你是不耐烦吗 还是你赶时间呢 好就给人家一个很不好的这个 这个印象啊 当后来老布希就落选了 好那拜登这个我也不知道 其实90分钟没有很长 才一个半小时为什么他去看表 而且理论上现场应该有那个什么 time call 或是什么的 我不晓得他们那个辩论有没有 就应该有个什么时间的那个电子中暗什么之类的 就他竟然跑去看表 这个是比较 奇怪 好我们先进管我们第二段之后再来口音来 飞地晚餐我是陈辉文 我们那个 像刚田富珍唱唱的 他前面唱那一段玄日的副歌 那个是有版权的 所以我们在YT不可以让他大家听到 因为YT对这个音乐版权非常的敏感 但在后面他唱到我们飞碟台呼的时候 虽然是这个玄日的这个melody的这个后续 可是他在唱那个歌手就没有版权了 有版权的是前面的副歌 这一点特别跟大家做说明 那我们的聊天室如果被编辑的话 就我们的影片如果被编辑聊天室就不见了 那这个部分我再跟我们这个电台那边反应 因为如果如果聊天室不见很多 看重播的朋友他不晓得聊天室当时大家在聊什么 好这一点会比较这个难以弥补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是不需要做编辑 因为我们在时间上的调控 好之前也都有有做这个 好我们看蔡总统今天在这个 卫福部跟外交部办了一个论坛 他说今年7月蓬勃有一个评比 75个经济体评比台湾防疫是第一 好这根本就是 自我陶醉就很可怜啦 因为蔡英文总统没有政绩可以讲 只好拿这个防疫来说嘴 没办法 只好继续玩他的口罩 然后我们拒绝普筛 我们不普筛啊 你看青岛 山东的青岛 一个院内感染 五天普筛一千万人 五天啊 一千零八十九万人普筛啊 我们不普筛的 我们也快筛我们也做不出来 南韩有快筛啊 很早以前了半年前了 南韩有快筛 川普打电话给文在寅 美国总统打给南韩总统说 哎呀你快筛也拿一些来用的 文在寅刀他 哎呀那要你们FDA要审的 没问题 马上跟南韩买快筛啊 那是外电报导说 南韩这个快筛涨了十倍 只有我有啊 不然你要去哪里买 你有钱买不到啊 他涨了十倍 我们拒绝普筛 我们也没有快筛 我们也没有疫苗啊 这样叫做我们的防疫成绩第一名啊 蔡总统你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的确诊很少 我们的死亡很少 所以我们标准这个第一名 你要这样解读我 我比较遗憾啊 好 那我们现在 因为你看欧美的疫情就知道说 其实疫情还没结束啊 今天柯P讲啊 柯文哲他是 我猜他是随便乱讲的啊 因为柯文哲他也不是专家 柯文哲说啊 他研判疫情还要一年半 也很奇怪 为什么不是一年不是两年 为什么是一年半 柯文哲讲的这不是我讲的 那 之前也有其他专家讲说大概还要在两年 那也不晓得到底这个 事情要怎么收拾啊 那我们台湾是玩口罩啊 大陆在拼疫苗啊 这个就是整个 整个这个国力的差别 我们已经不像之前了 台湾籍因咖啡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亚洲四小龙啊 各种的表现经济成长率什么 没有 那个都过去了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把老本里花光啊 把金国先生那时候留下来的老本 经过李登辉 陈水扁马英九 蔡英文安那走他 花光啊 我们不如人家啊 人家在拼疫苗啊 人家有办法做普筛 他们青岛做普筛 之前是武汉做普筛 弄一千万人的 我们没有啊 我们一天能够检测的能量不到一万啊 只有九千多啊 将近九千 庄人强是讲将近九千 我们疫情刚开始的是两千 两千两千五三千这样到现在九千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 重要的事是 南北卡米 新冠肺炎爆吧 好大家在重要的场合还是得 保持这个社交距离跟戴口罩 我们经不起啊 我们如果遇到 院内感染或是社区感染就垮了 啊什么都没有啊 要快晒也没有啊 啊你要做那个什么核酸检测 一天不到一万间那怎么解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这疫情还没结束 疫苗我们也做不出来啊 人家都做到第三期的 我们还在做第一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全世界都知道拼疫苗啊 全世界谁不知道疫苗的重要啊 第一个宣布的疫苗是谁俄罗斯啊 俄罗斯说我有了 大家没什么爱心啊 啊我们这个 这样说的 其实我跟他讲台湾can help 这个我们能够帮忙是口罩 tryna can help是现在大陆他的大外宣的重点啊 大陆决定把他们如果能够研发出来的疫苗 要很便宜的卖给 好全世界好需要帮助的国家 这个就是标准的这个就是tryna can help啊 啊我们能给什么我们能给口罩 我们发很多口罩给你 人家是在发疫苗 卖疫苗 当然也要卖了 这也要成本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到最后如果变的是tryna can help 那就惨了 好我我我假设过一个状况 如果全世界最最快研发出来疫苗的是大陆的 那怎么办 好就是经过各国的竞赛啦 然后什么什么人体实验啊 什么第一期第二期 搞半天第一个国际认证 然后是有效的 的疫苗是大陆做的那怎么 那我们还是不要吗 好不行啊大陆的疫苗不能打打了会那个 好我们不要打 我们就等第二个疫苗等第三个疫苗是这样子 那还有一种极端状况是全世界的疫苗 如果搞半天大陆的是最有效的最便宜的 只有大陆的疫苗能能打 我们还是不打吗 是这样子吗 好这这些还是 就我觉得我们政府砸钱去办这个论坛哦 选举跟执政都是内外宣在洗脑 是这样他他不会跟你谈这个啦 你也不会难道那我们疫苗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就算了 台湾人No.1你怕什么 你不要怕 就是我们我们就整个国家的实力退步在这里不是说 要漏气国光国光生计他们也很努力在做 那你就是做不出来啊 我之前听一个那个不要讲是谁啦 他讲很好玩 他说我们疫苗做不出来呢 是因为我们这边哦 确诊的人太少 我以前说的这种话也讲得出来 那你也知道我心情大变之后 人家讲什么我都我都算了啦 我刚才跟人当党啊 所以那天我看他PTT说 诶 陈辉文电报王浩宇 你去看以前我在陶哥节目的那个影片 你觉得我那天在叫做电王浩宇吗 我没有要电任何人啊 我电他干嘛电他是多领一千还是多领两千 没有啊 我没有要电他啦 就大家讨论浩宇兄风度也很好啦 那有什么电报 好那这个没办法的内外宣洗脑 那记得问到健宝贝要被调奖 蔡总统说要去问陈时中 到底谁是总统啊 啊有人投票给陈时中没有啊 那为什么健宝贝要问陈时中 当然是问你啊 这这些是可能啊 那记得要问这个陈时中选台北市场问题 他说我不是选举行的哦 这真的是哎 我不知道怎么说来 雄心我们来开放我们的call in 电位 022363995你要谈这个 真兵要谈美国大选要谈这个疫苗 好多欢迎好你有别的题目想谈的 也欢迎好一并请大家call in 金 让我们的专线 022363995 时间范围正能接几通算几通 好那大家 来表现今年打过的不能打 我们要把机会让给别人哦 其实陈时中20年前就想当不分区立委 他说我不是选举行的 但是我20年前我就想当立委那你这是什么行 你这个叫做闷烧行的啦 好爱吃个假食 我我我不是选举行你 你那你20年前为什么要去当民进党的部分去立委呢 啊为什么 嘿嘿你还拍很后面你排26名啊你以为我不知道 那我我还是诚恳的建议陈部长哦 不要回应任何跟选举有关的问题啦 好因为你你现在是卫福部长你兼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你是有任务在身的啊 陈时中你你你陈时中你你你你太早松懈了你太放松了 你一定你看看2022的选举说啊我台北市长有希望吗 你已经在看那里啦 好所以我建议陈部长说你不要再回应你防疫的当下是没有个人的进退得失啊 陈部长你懂我意思吗 你认真的做你好好的做你把疫情真的处理好 你选总统都不会过 但是总统要了解你你你太猴急的吗你骨头收出来啊 你你从现在开始都不要谈任何选举人家问任何选举都不谈我们以防疫为优先好大家宣导多洗手戴口罩什么你都不要去谈那些台北市长的543 搞不好就是你的 你这样了解吗 一天到你去讲讲什么有的没的 真的是非常奇怪 这个这个陈部长不要急 大位不宜自取 来哈喽你好 喂你好你好大哥你好您住哪个姓你好 我台北我我是阿伟 台北阿伟你好请说来 我觉得我觉得其实这样长远来看对国家好像真的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因为就像您刚之前说的老本吃光了那现在什么又都没办法做 但是又一直被政府洗脑 我觉得这个对未来真的是还蛮堪忧的 阿伟你觉得现在的台湾跟10年前跟20年前有一样吗 我觉得好像都没什么没什么都一样没什么改变 对啊我的看法跟你不太 我觉得10年前20年前很像还比较好一点点 我觉得越来越烂怎么办 因为因为能用的资源越来越少 就像你说老本吃光一直消耗掉对啊 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现在因为政府在洗脑的部分 就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小朋友 因为之前韩国瑜还在要选总统的时候 对我就 因为突然有一天我在晚上回家的时候 听到他在看到韩国瑜就说韩国瑜草包 我就吓一跳 我说为什么学校会 因为为什么你会知道 为什么你会讲这个东西出来 那我才发现原来学校的 可能老师之间 有在灌输他类似的观念 那个阿伟几岁啊 可不可以讲他几岁 我43岁 不是啦不是啦我是说那个 讲韩国瑜草包小朋友 我们叫小朋友小三 小三就这样子啊 对因为我听到这我真的还蛮讶异 为什么会有人去传达他们这种 这种东西阿伟 你也别难过 以我接Coin的经验 类似你这样的家长很多 我不会是第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 好谢谢阿伟 谢谢你 谢谢你来Coin 听你说这个 心情会好也不完全 那种洗脑 他管理什么未成年什么的 他就 为了慎选不择手段 所以我一点都没有什么好等待 蔡英文总统他就是肮脏营啊 我赢就好了啊 我就是肮脏营你怎样 我就是赢了 0236399来 非得晚餐你好 哈啰哈啰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新北小王 小王 你好请说来 我要讲的是真兵的事情 好 因为现在政府不是讲说那个 四个月的替代役 他们不在后备军力规划 对 那可是 这样子听就很奇怪啊 因为 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 两年多 然后现在又纳入后备军力规划里面 那等于我们一辈子都来当兵了 那你倒霉啊 现在年轻人就不用是我们 所以这样子的 这样子是不是有一种讨好年轻人的选票的感觉 对 可是我们可以得罪年轻人吗 应该不好吧 以后要靠他们养 你吃肉了 哈哈哈 刚刚前面的那个先生他讲的那个没有错 因为我自己也有小孩啊 你小孩也这样子啊 我小孩就是在学校里面回来讲啊 喊草包 喊草包 啊拜託 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过 我们真的是遇到了 那那那那那小王我问你 那你听到你的小朋友喊草包啊怎么办呢 只能跟他讲说那个是政治的事情 不要去管他啊 啊你你的小朋友 要导正他的观念啊 对对对啊你小朋友听进去吗 啊没有啊 因为他同学都这样讲啊 也很难啊 因为他在学校跟同学同才这样子 你父母讲他可能也那个啦 对啊他们比较相信同学讲的话 我们讲的话没有用啊 左耳进右耳出啦 也变到那里 搞不好亲子关系还不好 啊对啊 好谢谢小王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已经两通了 我来看第三通有没有小孩 你好哈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台中蔡先生 蔡先生你好 蔡先生你有小孩吗 我没有啊幸好 没有啊开玩笑 因为刚前面两位都提到 蔡先生你现在聊什么来 你请说来 就是关于五分病的问题啊 好 因为我在我之前 我是只有当一年 因为我今年三十 你是一年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 那蔡先生你当什么病 我在西门的宪兵队 台北宪兵队 你台北宪兵队啊 对 可是宪兵有人说很操 又有人说很凉到底是怎样 看负责的 因为我是传驾兵 你是什么兵 传驾兵 传驾兵 传令价值兵 好好好 嘿 对啊我还是没有没有没有到很前 那你退多久了 呃五年了吧 你有被点召叫召过吗 从来没有 好好好那就恭喜你了 哈哈哈哈 因为应该是快了 原则上 冠哥我是想说原则上因为 如果说不管是什么原因 已经造成台湾被大陆攻打的话 我还是会站出来 因为毕竟我们的家人都还是在 生长在这块土地 我也没机会跑啊 我也只能作战啊 嘿 那你说因为什么原因 我觉得都不重要 重点是如果真的打过来 家人都在 就还是一定会上战场 那也是没办法的 对 那可是蔡先生你刚前面讲 你讲真兵的部分是什么 哦不是啊 我就说不好意思 我是想讲说就是关于 如果到时候真的 大陆打过来的话 我还是会赶一份 你不管我是支持 懒的还是历的 蔡先生可是我们应该有个公司说 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之下 应该尽量不要 不要让战争发生才对 那你现在讲是后面 如果真的发生了 我们要去换位 这没话讲 我说前半阶段 在我们各种的努力 或是那个之下 应该以不发生战争 为最重要的前提吗 可是做主的 好像都不是我们能做主的啊 蔡先生 蔡先生我谢谢啊 蔡先生我时间关心 我已经说要努力了 你你现在讲 这已经很后面了 人家都打过来的 难道我们 坐在家里等死吗 当然跟他拼了 但是我现在讲是前半段 在还没有开打之前 好这个跟我们待会 题目有关 蔡先生你等于cue我的题目 哈哈 来我们进广告 别的晚餐 我是陈辉文 那扣音的朋友不要再打了 五十几分了 光雨都在门口了 我 你再打我也没办法接 下星期再来 大家保持健康来看 这个江启成讲 要台独去找蔡英文 要捍卫中华民国来找我 这个江启成这个格局 出来非常好 那如果真的要拼大位 国民党主席不要再选了 去选台北市长 好啊 讲完我们买了没了 在中毒 江启成其实选台北市长 绰绰有余 然后再来拼总统大选 那要台独去找蔡英文 其实也做不到 我们看汪洋啊 汪洋是这个中共的这个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第一名是习近平 第二名是李克强 第三名是栗战书 第四名就是汪洋 他刚排在中间 那后面还有王沪宁 赵乐际跟韩正 这个他们七个这个常委 汪洋他说啊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啊 多数是用武力解决的 那个汪洋是多数吗 还是全部都用武力解决的 中国历史的这个 分分合合 那汪洋说啊 只要有一丝一线 和平统一的可能啊 他说大陆会人之一尽啊 哈 这个是汪洋的这个谈话 就说这个 只要一点点和平的可能 就不会动武 但是大陆从来没有承诺过说 我放弃武力攻打台湾 他他还是 我跟各位讲过啊 如果如果今天 好 中国共产党在大陆 然后共产党在台湾这么小 早就打了 好 我们常常讲说 靠美国靠美国 讲一句实在话 如果没靠美国 毛泽东倒就打过来了 好 不管是韩战或是这个这个越战 任何有机会 毛泽东倒是打来 如果没有美国的话 坦白讲 我们之前还真的是靠美国 靠美国的第七舰队啊 这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早就被早就被那个叫什么 解放 嘿嘿 知道他们的用语叫解放了 汪洋他说啊 以前啊 这个大陆一穷二百 都敢跟美军交手 他讲是这个 抗美援朝 就当年的韩战啊 那 就是那时候大陆 他们派很多的志愿军 跑去北韩 这个不是几十万人 是几百万人 好 卫国军区啊 汪洋讲一说以前 我们很穷 一穷二百我都跟你打了 现在我们有钱了 我还怕你啊 哈 现在我又不是一穷二百 我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大陆改革 开放 我有钱啊 我没钱都跟你打了 更何况我现在有钱啊 汪洋讲这个 我我另外一个解读是说 不管是之前的国共内战啊 或者这个什么823炮战啊 甚至到这个96年的台海危机 有一个最大差别是什么 好 这我们下礼拜找时间来 来跟大家慢慢谈 这两岸之间最大的差别是 现在台湾非常的依赖大陆啊 我们下礼拜见拜拜